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毫无疑问是至关重要的一盘棋 这盘棋经过拆先我是拿白棋 这盘棋当时也激动了很多时间 企业进行的非常有趣 现在我就和刘虹把这个盘棋的布局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曹大元之黑 新 小木 通常走这个叫新小木 它有几种含义 一种最明显的它要在这儿或者这儿做成这个中国流 还有一种呢就是它做这个地方呢 做这个也是人称小林流 其实这个布局我在二十年前就常这么像 这个所以我对人称这种布局叫小林流 持非常大的意义 我认为这个流不应该称为什么流 这就是一种很普通的布局大家常用 那么为了限制它下出这种 它很熟悉或者很愿意下出布局呢 我就限制它 我就下这个小木 如果无论是它手脚还是走中国流 那么白棋这个一走之后呢 白棋这个形状比黑棋的形状呢 要显得稍稍的好一点 嗯 如果是中国流呢 那么这个小木 而且小飞手脚呢 使它的发展也受到了限制 所以这个呢是白棋这个布局中呢 一种那个 我们讲的叫取向 黑棋不可能走这个了 要挂脚 那这样白棋再挂脚呢 就把黑棋的这个意图呢 给进行了那个破坏 那么黑棋拖 斑 这也是最常见的定式 小木中定式这个像流行性感冒一样 非常非常的多 现在大家注意到没有 黑棋呢 这条棋呢 普通是跳 我们在介绍前面很多的布局里头 黑棋就要跳 也就是说 在走这个 黑棋走这个B路要打路的时候 白棋实际上是要必须走了 不然的话 他这个招棋就发挥威力了 这招棋虽然 有打路时候的威力 但是呢 如果以后有白棋 反过来在后面走一个的话 那么这招棋 跟这儿比呢 那就这个要扎实确实的多 这个有点 有点高翘脚 有点跟肌不太稳 飞进来 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地一臂 围棋中没有绝对的好的 如果有绝对的好的 大家都下了 不过这时候我下的不新手 搬这里 普通大家都是跳着 现在我就是走了一个这个搬 强调什么呢 强调这个爬 他如果打 那么我这个严厉极了 几乎是逼获他走这个 那么黑棋走了这个之后 白棋再过来 那这儿的形状 白棋就便宜了 有了这个搬之后呢 黑棋这个打路就不成立了 假如再打路 白棋就可以一跳 这儿有个事先准备好 他搬不过去了 那么这个打路实际上就不成立 所以呢 白棋这是一部新手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把这盘棋 介绍给大家这个布局呢 这是很关键的地方 贵重的先手是在布局中啊 非常的这个难得的 要极力争取 现在由于有这个 刚才爬过来先手 黑棋必须在这儿走一个 黑棋走这个之后呢 实际上有收关子的时候 这个白棋也是先手 因为要跳进来嘛 如果这个也是先手 这块白棋也很厚了 是不是啊 没有什么顾忌了 现在黑棋这儿拆一个 好像也拆了个边嘛 但是 你注意没有 这三个都是 在一个扁平的平线上 围棋也得 照顾到这个 姿势漂亮不漂亮 这个姿势好像 我认为世界上任何扁平的东西都不漂亮 没有立体 对对对 它这个比较 不是很好看 所以这个局部呢 黑棋 应该说是 不是很满意 然后白棋争的先手 挂脚 现在挂脚 这个有了这个 所以黑棋要护住这个脚 如果没有这个呢 就不会走在这儿 现在局面基本上被白棋打开 大家看黑棋拿了这个右上脚 和在这个下跌 取得一些阵地 白棋呢 在这儿呢 弄了一个阵地 在这儿呢 和这个姿呢 有配合 这两个子的位置呢 白棋稍稍有利 因为白棋是先站脚 所以现在局面呢 已经打开了 就是说 这块 这三个白棋 绝对胜过这三个黑棋 这个白棋胜过它 只不过是这二四五个白棋 起的作用 比这个五个的黑棋 起的作用差一点 但总的来讲呢 现在白棋已经打开局面了 黑棋挂脚 黑棋挂脚 白棋小飞 黑棋小飞 这时候下面一步 白棋是非常关键的一招 假如现在就走这个的话 它有猜 那有了这个则之后 这边那个白棋呢 就很难在这一段 采取什么手段 那么白棋呢 就这个暂时不走 这个现在也非常的流行 不是说一小飞必须走三三 暂时保留不走 以后即便他再走进来 我还可以不走 所以呢 这个拖鲜的人很多 白棋飞 白棋飞的话 就瞄着要打入 是不是啊 要瞄着打入 黑棋 不管了 先进来 因为有可能为白棋这一逼 进来就封住 所以他要先进来 再去打入 封住 嗯 吃嘴里了 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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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它在这走一两个 搭起来有引针的话非常严厉 是这样的 如果这儿有籽了 那么这样搭 冲 断 接上 好 断 它搬 不能连搬 连搬上面撤 这要退 那它可以断 断的话本来蒸 如果蒸不掉 只能退 那样它再有盘 这个时候不能立这个 立这个它先打上来 一尝这个它就一斑粘 那么我后手拨脚 它这个子一出跑出去 所以这个就有毛孕 白琪呢 先比这个大 推的时候呢 它跳 跳 就产生了 再出来就是攻击黑琪了 另外在这产生 逼住的好点 黑琪现在 飞 得炸 把白琪 这是不是先刺了一把 对 刺了一把 刺了一把 就是要吃白琪这个炸 这期 竟然 白琪是没有很好的手段 所以就先逼住 逼住之后呢 有什么好处呢 如果作战 这边作战出来 这是一个有力的声援的部队 另外呢 这个琪呢 虽然现在好像 这个 一时找不出非常好的下方了 但是 简单的还是有起的 比如说 这个 那么黑琪 如果挡住的话 那么白琪一虎就出来了 假如退 白琪就冲 黑琪打 白琪断 这些简单的出起 吃不了 黑琪吃不了白琪 就简单的一走就行了 所以呢 我就是准备在那 续一个援兵吧 但是也许应该马上走 再说黑琪呢 很机密 搬 马上 吃一个 接上 尖 尖 尖 他是不是尖这样 尖这边 尖这边 尖这个之后呢 这个 黑琪就把白琪这个点吃掉 但是白琪呢 这也逼得有 这块碰 也 用那个上海话叫 大的吓人嘛 也大 因为这个 打 提先生 现在呢 白琪 尖顶 白琪弧鱼 黑琪接 白琪可以不走了 普通的这要退了 现在可以不退了 如果黑琪搬出来的话 白琪就长了 上方呢 形势扩大 这边呢 由于这个很 因为接骨非常硬了 这就可以暂时复补了 那么白琪 是 爬 黑琪挡住 白琪走 嗯 白琪虎 黑琪挡 黑琪挡 白琪吃 黑琪接 白琪尝 黑琪尝 然后白琪把这个线手提掉 黑琪虎 对 对 这样呢 嗯 嗯 其盘呢 大的地方都下完了 进行了五十手 五十手 正好五十手 我们来 简单的判断一下形式 这种白琪打尺先手 黑琪这个 是二十目 二十六 二十八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六 三十八 四十四十二 四十二三目 这块是 七 八九 十目 五十三目 加上上面十目多强 六十目强 白琪呢 十目 二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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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目强 这边呢 嗯 如果在底下的时空呢 是 八十 十二 十四目 加上形式呢 二十目强 这四十五目强 这块呢 这是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十 十一 三 一 十五目呢 因为它朝上面有发展 那么就是 十五目 二十目强 三十 三十五目强 再按这个 二十五目强 这也有六十目 现在白琪先手 最主要的是 这个黑琪并不是空 白琪可以打入 轮到白琪走呢 这盘琪已经说是 白琪 经过 几个局部巧妙的这种 转身转换嘛 取得了这个布局的优势 这个关键的一个一步棋呢 是白琪这个斑 让黑琪在这个不大的地方 走了一个不急的地方 而白琪呢 把这个边上也捕捉了 另外呢 这地方 灵活的转身呢 没有硬跑这个 这也是白琪的这个 成功的地方 因为 这个逼住 和这个先手虎一下 这都是 获得很大的利益 白琪快扩张的很大 这一块 大家看啊 如果不打路的话 直接这么一飞 所以这块已经很大 什么都不考虑了 就单说这块也非常很大 以后这个顶住的话 这边 三十几摸来 刚才我们说二十五 这边还有三十几摸 也就说呢 现在呢 布局到现在为止呢 黑琪的控已经死掉了 不容易发扬了 而白琪向中央 这个向中央 这个向中央 都可以发扬 实战中呢 白琪是打入了 这个打入呢 可能看来是不是很简明的 不会普通通的 假如说 就这么跳一跳 黑琪也跳 白琪尖一尖 黑琪尖一尾 白琪尖一尖 黑琪尖一尾 白琪上飞上来 这个棋好像黑琪 无论如何是控不够的 当然实战打入比较复杂 最后呢 这盘棋呢 我记得我是赢了半个 四分之一子 当然 打入之后情况也比较复杂 比较危险 如果这样简单来说 可能赢得还不止四分之一子 但是这个 当时的实战心里呢 觉得这个周围都是白琪的势力范围 打入总是有便宜可占 结果是实战中打入 当然 这盘棋最后也赢了 不过呢 这里有一个解决 应该讲 就是说 如果有更好的 更安全 更稳的这种下方 不要走这种冒风险的棋 当然这个打入 就进入另外的课题了 就不是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布局 所以呢 这盘棋的布局呢 到了刚才这个走完了之后 我们就介绍到这 因为打入 就进入中盘作战了 所以就到现在为止 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